民众BRT油化工车即将上路了 而部分路边停车格化掉改为红线或黄线 不过现在民众提出扣诉了 原本把自己的车停在停车格里好端端的 要开这时候发现车不见被拖走了 必须到监理站领回车 但发现保险桿还有擦痕掉漆 气着大骂这根本是绕灭 民众将轿车从监理站开出来 不是要领新车车牌 而是因为被拖掉令车主气愤的事 车子后保险桿还有明显掉漆擦痕 车主气炸的说 车子原先是停在停车格 要开车时才发现停车格被划掉 变成防线 就非常火大 施工也没有告诉我们要移车 十字把我们移车弄到我们车子受伤 对啊那这样我们赔偿要找谁赔 民众大骂市府交通局扰民 不满意规定停在停车格 市府也开出将近一天的停车收费单 等到要开车时却发现车子被拖走 地上停车格也被吐销掉变成黄线 就连附近居民也都不知道停车格遭到吐销 我们住在这个店里 我们也不知道他没有这个这个这个措施了 是不是 他停下来然后取消立刻把他拖掉走 这个时间点 我想这个让我们来做了解 交通局表示因应BRT优化公车即将上路 才将公车前后的停车格吐销 但事先都有取得当地里长和议员同意 至于民众投诉的停车格事件 会再着手调查 是否有宣导不周等疏失 记者洪连辉杨清源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